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说个故事 在读书的时候,如果一直打瞌睡,你会怎么办呢? 今天要讲的故事,孙靖玄良 古代有一位学者叫做孙靖 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 而且经常是哪儿都不去,关起门来努力苦读 因此邻居们都称他为庇护先生 也就是把门关起来的先生 孙靖读书的时候总是非常认真 而且经常到了深夜还在读书 时间久了,难免会在晚上的时候打瞌睡 孙靖为了让自己能够在夜晚读书的时候 仍然可以精神百倍 他想了好多的方法 比如,只要想睡觉的时候 孙靖就会用冷水洗脸 让冰冷的水唤醒自己 或者是站起来到处的走动运动束火筋骨 让自己能够恢复精神继续读书 可是不论怎么做 到了晚上念书的时候 孙靖还是会打得睡着 怎么办呢 啊,不能睡,不能睡啊 忽然间,孙靖发现 用手抓头发可以让自己感到痛而不想睡觉 从此以后 孙靖只要读书想睡觉的时候 就会抓自己的头发 可是,一直用手抓头发也不是办法 古时候的男生都留着很长的头发 于是,孙靖就用绳子将自己的头发 绑在屋顶的横梁上 每次只要想低头睡觉的时候 绳子就会抓疼头发 原先的睡意也就自然地消失不见了 孙靖这么努力地读书 后来就成为了汉朝的一位大学问家 晚上读书想睡觉的时候 你们会怎么做呢 孙靖玄良